水利匆英宏川社区外当中心 跟老人会关警局及旧民建设 有30年的立宿 已经老夫破顺 无安权也无美关 水利匆匆亚宾宏 向管理员王首相 行政医中办府一行政 丹金伦丁情 仅处到400万 要来进行进修自己美化 美化啦 对 前面的美化 跟党土墙啦 水利匆匆亚宾宏 会动行政医中办府这行政 丹金伦以及既然王首相 来到最利匆英宏社区会抗 并且定未来社区外当中心 相比立美化的部分 我会比较顺利 如果没有什么做 越顺利 越顺利就越多了 因为这里年久失修 导致一些我们党土墙的 泪痕 导致水流排放也很困难 还有整个环境的美化 已经好久没有整修了 这次也感谢我们 地方来反映 经过我们 那个王秋淑议员 及我们行政院中办 副执行 副执行长陈锦伦 来共同来 会刊 今天出席的也有 我们水保局的长官 这里向英宏川的社区外当中心 跟老人会官建造 以及住民建设 已经有30年的历史 住民建造老区破顺 住民、替房子、围兰 也都完全生存 不安全也没美观 因此社区记民都很感谢 加兴党议员的这些政策 来改善社区外当中心境官 提心中心建设的在美化 我们这些厨 共同会 关到水保局 透过行政院中部办公室 陈副执行长 共同来努力一下 今天来 办理到施工说明 总经费 整出到400万 把永峰社区的挡土墙 总共有11面 我们的篮球场 铁栏杆的部分 都可以把他整修后 这个整体看起来非常好看 因为已经 事隔30年没有整理过了 30年前所做的建设 现在都已经墙壁龟裂严重 一些栏杆损坏 腐蚀也严重 经过 很感谢我们 中部办公室执行长 来跟水保局 争取经费来 来整修这些 这些墙壁龟裂的 还有我们一些栏杆 包括村民 董头像 救党蚀蚀 令英峰社区 外団中心 中备设施 当中的当地道 立美化 祝静社区景观 更加安全 好看又熟悉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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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